那中共习近平他的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实就是建立以在中国决定的国际秩序下面 一个国际秩序 所以说他需要有人来维持他这个秩序 所以他就把手伸到全世界各个国家了 台湾其实是中国这种长臂管辖的 最大的被害的地方 受害最严重的地方 那不管是新闻各种媒体的渗透 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 台湾人在中国被绑架 被非法抓起来 或者是就是说他亲人抓起来 然后作为人质的各种恐吓 问题非常非常多的 台湾一直表面上要做到 因为台湾没有做到 其实日本也是一样的 澳大亚加拿大也是一样 但是现在美国 美国是全世界的带头大哥 美国现在开始动手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这种无法无天的 这种整个破坏现在的 这种法律体制的这种做法 如果让容忍下去的话 全世界就会被中国闹得鸡飞狗跳的 鸡犬不宁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动作是第一个 那么我想今后 如果美国他有一个 这个做事的一个范本的话 那么我想很多国家都会 都是想跟进的 基本上是等于说 中共建在美国各城市的党支部 这一次找到的朱斯玛吉是冰山一角 这些人是只属于 中国公安的那个福州的那个分局 是省一级公安的部门 公安只是政府的意义 还没有讲到党的意义 还没有讲到军队的意义 所以说实在 这个渗透非常绵密 Серге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